回到台湾 你还记得去年的高铁炸弹案 把两位高铁炸弹客被重判 尤其是主贤胡宗贤 以两个杀人未遂 遭到判刑22年 好 胡宗贤身为律师 他以法 织法 玩法 制造炸弹 企图要引起社会的恐慌 借此从期货市场获利 这是国内治安史上第一起 用炸弹攻击来达到 经济犯罪的犯罪行为 手段之可恶 昨天遭到重判 并且继续积压 被告胡宗贤 共同杀人未遂 除有期徒刑15年 又共同杀人未遂 除有期徒刑10年 应执行有期徒刑22年 被告朱雅东 共同杀人未遂 除有期徒刑9年 又共同杀人未遂 除有期徒刑6年 应执行有期徒刑12年 去年众人瞩目的高铁炸弹案 一审判胡宗贤 朱雅东两人重刑 涉嫌恐吓取材及泄密罪 经新竹地检署检察官提起公诉 因此心生不满 又因为熟悉股票及其货的投资事物 所以计划以制造大规模的社会灾难 那么试图要营造自己 别无选择的困境 要淡化自己的行者 去年4月12号 胡宗贤自制炸弹 并用行李装炸弹放在高铁上 趁机操纵齐货 找来司机朱雅东合作 并放炸弹在立委卢嘉诚办公室 引起社会恐慌 法官认为胡宗贤本身是律师 却不思正途利用具有的专业知识 制造危险爆燃物 引发社会恐慌 且犯后态度恶劣 而朱雅东贪图高额报酬 明知胡宗贤的计划 但不变是非 配合胡宗贤各项计划 犯后屡次 变称是胡宗贤恐吓 威胁 企图淡化罪责 罪行重大 朱雅东家属到庭 听判决快闪低调 不愿回应 轰动一时的高铁炸弹案 胡宗贤被判22年 朱雅东被判12年 法官作出重判 要他们为恶劣的行为 付出代价 雨天TV 林秉州吴新闻新北市报道